向泰回应直播翻车,自称是吃过所有产品严格把关,并不嫌弃,看稿子独隐争议。 12月19日,向泰的直播首秀翻车,引发全网热议,口碑直线下滑,被网友骂到关闭评论。 12月27日,向泰更新视频,重新放开了评论权限。 他说自己在复盘上场直播,坦言运营团队和他自己都出现了很多小乌龙,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。 此前网友都看到向泰在直播的过程中拒绝试吃,对此,他表示自己真的不是嫌弃,而是因为从7点钟起来化妆,到晚上12点半,工作了15-16个小时,身体非常疲惫。 助理问向泰还会不会直播,他说还会继续,要用自己最大的影响力给粉丝们谋福利,拿到物美价廉,或真价实的好东西。 向泰回应的视频片段是在念稿子,如果是他自己写的那还好,但如果是公关团队准备,他照着念的话,似乎缺少诚意了。 不少网友对此进行了一番热议。这番回应让大家觉得,他连真实的人设都塌了,都不相信向泰真的是吃果,也有不少网友发现自己的评论都被删除,喊话他别直播了。 按照向泰的财力,其实完全没必要抛头露面做直播,在公开场合说的越多就越容易翻车,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就这样在一天的时间里崩塌。 向泰真的有必要再好好考虑一下,是否还要继续直播。